二十名解放军伏敌一千五百人,张万年也是其中一个。 谭志林原创,发表于搜狐号,其他平台不得抓取、复制、转载和洗稿, 1949年12月,解放军41军胜利进军广西,追击国民党逃军。 6日,军长乌克华紧急下令第369团从兴叶回师荣县罗秀为一代, 为奸国民党第48军残部。 第369团团长江海接到命令时已是傍晚时分, 这时,全团长途追击了一整天,利敏未尽,又饥又渴, 他一查看,从兴叶到罗秀为还有180里,并且全市山路。 他立即下令团通讯队队队长张万年传令客营马上开拔, 向着了罗秀为急行军。 时间就是胜利,人人争先,张万年紧紧跟着团长江海, 跑在全团的最前面。 在半途中,他们抓到了一个俘虏,得知约格连的敌人, 跑到了一个叫石头维的山村,江海当即下令,向石头维前进。 张万年随即派出通信兵传达命令,天亮时, 张万年随江海团长最先带人赶到了石头维, 可是,江海一清点人数,只有二十多个人, 分别数全团十几个连队,大部队还在后面。 江海派出尖兵前往村头侦查,结果, 尖兵回报,村内的敌人有一千多人, 一个个睡得像死猪一样。 江海说,眼下敌人并不知道我们只有二十几个人, 对石头维做出四面包围的架势,让他们投降, 如果敌人不投降,就想办法缠住他们, 等主力赶上来再消灭他们。 张万年向江海请求通信队也参加战斗, 好啊,江团长批准了, 张万年随即带着几个通信兵向前, 占领了战斗位置。 江海指挥大家在围的四周占领有力地形, 架起机枪,开火,江海一声令下, 警卫连连长立即朝村里, 打了一缩子子弹, 大家马上扯开嗓门, 向围子里的敌人喊话, 国军兄弟们,你们被包围了, 脚枪不杀。 谁知大家才喊几句, 围子里一个宅院的大门打开, 走出个惊慌失措的国民党军军官, 自称是吴州保安第三团团长, 答应马上投降, 江海下令他, 你们放下武器, 离开围子, 在指定的地方集合, 敌人放下武器后, 排着长队, 他拉着脑袋出来了, 张万年带人清点后, 惊讶地说, 这是一个成建制的保安团啊。 多少俘虏, 江海团长问, 俘虏人数超过一千五百名, 张万年回答, 网上面买一千五百名,